你现在是在工作吗?可以讲电话吗?可以啊? 资料汇整、造册、发放是全球慈善之业对应灾变的根本程序 新加坡慈悸面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该如何有智慧地分配有限的防疫用品 电访成了关键 对访试研我们就觉得应该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不方便上门做家房 然后幸亏是现在科技发达 我们可以通过电访、WhatsApp或者传简信之类的来关怀 那另外有一批是对这个疫情觉得焦虑的部分 在这一个时刻只要是我们做足防范措施 再来就是充分地了解对象的情况 比如有没有接获政府的居家隔离令 一切都是OK没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关怀把物资清守地献上给她 再来还是要安抚我们这些照顾户的心理 对 我妈 谢谢 居家主要照顾者的责任重大 在防疫期间更不能有一丝轻忽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影响了我非常严重 而且我非常充分地听到新闻 经常听到什么是发生的 像我说了 我们是24x7的照顾 如果不是这些社会的支持 我并不认为我可以召唤 安心行动计划于第一阶段共计送出了155份祝福包 及时排解了面对疫情时的不安情绪 大爱新闻 陈雅英 新加坡报导